这个迷迭动作是给我们这个工作场域一个最大的安全和保险的状态 所以我们请现场今天123号 三号扇形车库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辛苦的开机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工作的场合 我们千万不要去触摸这些设备 1101加S318 好来我们S318准备好了 这个是1101电头持组 跟S318也蛮特殊S型型号的调度激动 接下来我们1101也会给他一个回应 好的我们看到哇非常棒的一个任务 现在我们即将进行最后推车入库的阶段了 好即将推进到我们第10号铺 那我们眼前其实再可以介绍一下 111这台列车咖啡 是我们全台湾唯一保存 只有一样的一板型电力机车 除了这些发布发布的声音特别令人怀疑之外 它其实呢有很多 已经 现在有所的电力机车 好来我们朋友一定要遵从我们的指示 不要太过于靠近 318 是可以进去 好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第10号 1101它极将要入库完成 111它极将要入库完成 S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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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任務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 就是我們眼前這一台 S300型的機車 這幾個 這幾個月會有活動 CK又四是那一個 第1號是18月13 這個機車不是我們現在認為的 那樣子在馬路上的兩輪機車 這個就是指火車頭的意思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S300型的機車 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966年 它就已經來到台灣 開始為我們工作 為我們服務了 我們在全台灣 台北高雄花蓮 都可以看到S300型機車的身影 那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個編號 第18台 S318 它也是我們全台灣目前唯一保存 還能夠運轉的S300型的車輛 所以它也可以說是我們 裝號上戶的這個正庫之寶 對 那我們來特別介紹一下S318 因為它接下來即將要在我們的轉軸台上面 也要旋轉了 我們看到S318它的鼻端 它是一個沒有鼻子的設計 短端罩的設計 而且它前方它的駕駛車窗 使用了三片的玻璃窗 這樣子玻璃窗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 先轉 視野的特別 所以我們的S318